他们一定要做好洗钱防治跟法律遵循的工作 不希望像赵峰的事情也这样发生 财政部长这个重担在启动内阁改组后 由次长苏建荣意间扛起来 苏建荣在一个礼拜前受到征询 思考一天后决定接下重担 苹果掌握消息 苏建荣在半年前就已经排定检检 因此今天他全天在外不会进入财政部 最快下周就会排定交接 今年56岁的苏建荣曾经向苹果透露 自己为了接任政务官 把手中的华售股票全部出清 一张股票都不留 他展现风骨要专心操作国安基金替国家赚钱 北韩的这个清淡事报是属于一个国内外的重大事件 国安基金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处续的看看后续的情况的发展 苏建荣学者出身 他毕业于东吴大学经济系不是政大财税帮的人 因此外界都期盼财政部有新气象 赴美取得宾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就回国担任教职 学而忧从事 如今即使工作繁忙苏老师仍固定回校园教课 总统蔡英文就职后苏建荣接任财政部政务次长 先后面临赵峰纽约分行遭罚1.8亿美元 易营庆赴列雷案 还有军工教年金改革段 都需要他内敛从容的性格来迎接棘手的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